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的工作压力增大 很多年轻人不注重养生保健 为了工作 为了享受 甚至不顾及自己的健康 导致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发生痛风 发生痛风的年轻人 往往生活没有规律 暴饮暴食及经常熬夜 导致皮肾亏虚 皮组运化水疏 肾脏足水均与水液代谢有关 皮肾两脏亏虚则水湿代谢失常 聚集体内流注关节 水疏趋下往往第一指尺关节 首先发病 预久发热出现关节红肿热痛 最终发为痛风性关节炎 还有就是一些急性的损伤和慢性脑损 导致局部瘀血形成 经络更加容易组织 不痛者痛成为导致痛风的另一个病理因素 痛风不仅仅是一种代息性疾病 还可以成为心脑循环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千万不能等先而视之 年轻人在提前后如果发现自己的 血尿酸值持续的增高 一定要领起重视 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出现的问题 要回归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饮食 清淡食欲 生活起居有斗 戒除烟酒 等不良嗜好 保持心情舒畅等等 持肢隐痕 尿酸值才有可能慢慢下降 半水而来的高血脂 高血压 高血糖 等都可能趋于正常